妈妈在你眼中是什么? 她说,是闹钟。 够小子,都几点了,还不赶紧起床。 知道了,妈妈,我知道了,你别喊了,我马上就起床。 她说,是复读机。 你能不能把我的话听进去? 我都叫了你不要把外子随便乱丢。 听到了,听到了,你都已经讲了八百遍了,我听都听烦了。 她说,是厨师。 妈妈要出去买菜了,你今天想吃什么菜呀? 妈妈妈妈,我想吃红烧肉和排骨汤,还有小黄鱼。 她说,是提款机。 妈妈,给我五块钱,我想买新出的那个玩具,班上的同学都有,就我没有。 她说,是医生。 哎呀,妈妈,我好难受呀,头晕肚子痛。 没事好孩子,你只是发伤了,等会妈妈给你吃点药,然后带你去吊针,很快就能好起来。 谢谢大家。